現在我們就一起來試看看 怎麼樣用這個筆刷 來把你的字寫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的學習重點就這麼一個 加這個 可是呢 因為這一個呢 後來5.5後就沒有了 我只是留存做紀念而已 所以我們就只有一個學習重點 就是你只要會用這個 來 我們試看看 首先第一個 你要把它的面板叫出來 在window裡面 有一個叫做paint 所以我們找到它 來 找到window裡面 有一個paint 有沒有發現這個也是沒有打開的 paint 這個很像各位的 哪一個工具 你看我把它拿出來 我把它放到這邊 這個呢 像各位在ForeShop裡面那個筆刷的面板 只是呢 它的筆刷老實說 確實是沒有像ForeShop那麼豐富 好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如果它有像ForeShop 以達瑞的筆刷 那麼多樣式的話 你寫起來的變化度又會更高 好 那點開了之後呢 你可能會發現 欸 奇怪 好像全部都不能用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有兩個條件要達成 第一個 你打開這個面板 你必須要切到筆刷的工具 所以你看我打開這個面板之後 我們 剛剛有同學問我說 為什麼不能用這支筆寫 因為我們第一種介紹不是這個方法 這是第二種 才是要介紹的 有沒有 這支有筆刷 好 按下去 好 按下去了 有沒有發現這個亮度亮起來了 你就可以拿來用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 第一個 面板要打開 第二個 必須要進入到 就是這個筆刷的模式 現在呢 我們自己開一個新的合成囉 開一個New Competition 好 開一個新的 一樣我把背景設成黑色的 好 那我有一張簽名的圖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在這邊 有一個簽名的圖有沒有 這一張你可以先把它丟進來 先把它丟進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用零模的 現在我們就來寫看看喔 那怎麼寫 剛剛講的 先開了視窗 把工具換成Pent 再來呢 欸 你要在時間軸上面點兩下 點兩下 進到那個圖層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 剛剛我是把它丟在這裡 時間軸上有那個簽名的圖丟進來了 可是這個時候你看 雖然我換成Pent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移到這個圖層上之後 並沒有變成像坡坡的那種筆的那個 有沒有那個圓圈圈 代表筆刷大小的 因為這個時候還不能寫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個上面點兩下 動動 我們進到了哪裡 Layer裡面 也就是時間軸裡面 我去看到這個圖層 你看我移到這個上面來 有沒有變成筆刷的那個大小的圓圈圈了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雖然我把它丟進來了 沒有辦法直接刷 必須要在這個上面 托托托 進到Layer 這個時候才是你可以刷的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個條件要達成 第一個面板打開 第二個進到筆刷 第三個 丟到時間軸之後 點兩下 開啟這樣的狀態下 你才是可以用筆的 接下來各位就不用客氣了 直接寫下去了 如果你要寫這個英文的 你看 你就照著你喜歡的順序 你不一定要一筆畫完成喔 比如說像我這個這樣寫完了 上面還有兩個點點 對不對 點一下 你可以慢慢來 沒關係 沒有人在趕你喔 你就照你自己喜歡的速度 這樣就寫完了 可是我這樣一寫了之後 它是直接就全部寫在上面喔 所以我這裡補充一下 請你看一下我們筆刷的面板這裡 你看到這裡有沒有叫Duration 就是持續的方式 我現在預設叫做Constant Constant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寫下去 永遠都在上面叫Constant 那我現在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Duration 寫字 所以麻煩各位 這裡 我剛剛寫下去了 先當做丟掉喔 這裡 我先不要 我先還原一下 把剛剛的筆刷我先還原 你可以N-D一下 N-D回去回去 好 請你先在這裡 改成Dry-up 有沒有 在筆的面板 把它的Duration改成Dry-up 現在呢 我們再來寫 我就從這邊 像剛剛一樣 你可以隨時想放開就放開 不用這麼堅持 好不好 你就看一下 你覺得怎麼樣 比較方便 好 這樣畫完了 就寫完了 真的嗎 你搭動一下時間 走看看 有沒有寫出來的 這個方法沒有比剛剛簡單一點 剛剛那種方式是比較適合 就是我都很熟悉的 那你可以一次就完成 那麼現在這種方法 你要怎麼放開 隨便你拿 因為我這裡寫完了 你看看這裡 打開 看你用了幾個筆畫 它在這個上面 就會增加幾個Pen的Brush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用了五個 對不對 我剛剛用了五個 那每一個 你往後面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時間走的 這個 這個就是你寫出來的順序 寫出來的順序跟時間 所以我們預設的話 它是一起寫出來 你再拉回去看一下 我這樣一拉動 有沒有我所有筆畫都是一起寫出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要先寫這個筆畫 你先找找看 那是第幾個筆畫 那個應該是第一個 對不對 第一個留著 那第二個是這裡 所以我應該第二個 是不是要往後退一點 要等它上面寫完 那第三個也是啊 往後面寫完 我們看看 好寫寫寫寫寫寫寫 喔還沒有寫完 要寫到這邊 哇有點遠 所以我看一下 喔你看 這裡有沒有 它寫完要到這裡 所以這裡往後退 等到它寫完 我再把這個筆畫加進去 接著再來寫下面的這個 時間走 我就往後退 一直到它寫完 好 現在我們拉動時間走 你看 先寫這個 寫完之後 是點點在做下面的 所以用第二種方式 最大好處就是 你有很大的彈性 你可以做調整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速度太慢了 喔你寫第一個寫太慢了 我就把這個路徑 這裡再打開 你看看 有沒有它一個end 你加一個關鍵影格 在後面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關鍵影格 所以如果你覺得它寫太慢 你把這個關鍵影格拉近一點 那我後面就不用等那麼久了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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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最後面這個 我們再往前 這一個 往前 往前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時間 這個前面這個 就會寫快一點 這樣就夠了 這樣有沒有感覺了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像這樣 你可以直接用這樣去寫 那當然你寫出來的顏色 跟你的前景顏色是有關係的 對不對 就在右上角這裡 所以這個是使用這個濾鏡的方式 它的好處就是像這樣 你可以去調整 那萬一哪一個筆畫不對 怎麼辦 重新再 把這個筆刷刪掉就好了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寫的 這個愛心畫的不漂亮是第五個 所以我就來後面這裡 確認一下 愛心我不要 這個筆刷 Delete 刪掉 有沒有就可以重畫了 所以我從這邊 好 它是要接在這裡頭 時間走拉到這邊 我就重新再來這裡畫一下 這樣你又寫好一個啦 是不是又進來了 所以第二種方式 我是覺得也蠻不錯的啦 尤其是如果你要做 比較類似像那個繪圖的過程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描在 墊在下面 就這樣刷刷刷刷刷 就可以刷出一個 不錯的一個感覺出來 讓它跟我們上次那種 從伊達翠德叫進來 然後再來產生筆畫路徑的 是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謝謝